各地會提供在地農產品跟提供農產葫蘆對調生活的能量 第三地農會特別配合到農委會的計劃 邀請地面的總迫塞來跟家庭葫蘆做料理 並且運用在地農產品做做這麼多用性有夠健康的料理 農會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種植葫蘆朋友的集合計劃 也會等提供在地農休的經濟收集 提供老師的說明 我們開始運用在地農產品做出好吃的料理 不然是有第三隻出名的杏子點心 還有當整個菜所做出來外國料理 讓大家學會吃這個好處的 從遠從埔里請來飯老師 叫我們很多日式的料理還有客家的料理 所以給我有很大的幫助跟收穫 讓我們學習一些上課的技巧 煮菜的技巧然後對烹飪的認識真的是很棒 在地食材都一些我們第三個東西做的 別人想不到 我們請來的債人有辦法幫我們講 有辦法幫我們教 為了提供在地農產品 以及提供農村葫蘆 這就是很多的力量 第三項農會 特別配合農委會的各位 邀請到地面的總迫塞 來跟家庭農蘆做健康和用心的料理 傳統的話中餐很多烹調方式 可能用多油或是一些錯誤的炒菜的 觀念的話 會讓菜炒的香氣或味道 不是那麼的足夠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用我們在地食材 帶入一些稀釋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一些簡單調味蔬菜 或者是後面一些簡單的調味的方式 讓菜完全提升做不一樣 過去再來是品安全 是出了食材問題 讓民眾對著主食的健康和衛生 是越來越關心 對出農家 不然是加在地農民配合 提供安心的食材 對著每一項料理也非常要求 在吃的方面當然是一定要健康 所以吃在健康 而且對於我們的身體 不會有特別的負擔 所以我們特別都是用比較健康的方式 來教導這些年輕的婦女 我們這些婦女同胞做一些 能夠符合我們家庭所必須的食材 第三農會所扮理的主食庫定 使勤了加上的婦女來參加 可以說是很有成功 以願透過的價位 創造婦女的主要機會 也提供在地農業的經濟收入 繼續節目上參報導